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 您好台北市要来看看这个礼拜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又见面了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 随着疫情逐渐的趋缓,很多地方慢慢的都开放了 像是游泳池,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开放 那么台北市在这一周也公布了最新的松绑措施 很多相关的规范都有慢慢的放宽 像是动物园、甜文馆、儿童心乐园还有图书馆等等的地方 从8月14号开始逐步的放宽 首先就是在图书馆的部分了 馆内的席位降载到25% 入馆的人流降载则是由过去两周的20% 放宽到了40%,不过在馆内部分区域还是暂停开放的 而深受亲子喜爱的动物园,未来依旧是采取预约制 不过每天的入园上线从原本的3600人改为了6000人 游客列车踩梅花座 过去在园区里头是全面禁止饮食的 不过未来可以在户外饮食区来用餐 至于在儿童心乐园的部分 营业时间还是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 只开放单一出入口 民众要入场依旧是维持入园预约制 每天的预约人数放宽为2400人 而在天文馆的部分也维持了预约制 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扩大放宽到各450人 在指定的室内休息区域则是可以吃东西 再来为了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会中断市政资讯服务 台北市资讯局就跟国研院国网中心一起洗手合作签署了 台北市政府异地备员第二中心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洗手一起来推动Second Taipei的计划 那么台北市资讯局的局长吕欣科就有说了 北市府在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 越来越注重灾难恢复以及防止骇客的恶意行为 去年他跟市长参访了爱沙尼亚的时候 就有看到他们有设立数位大使馆 防止遭受数位攻击的时候 可以在境外据点也就是卢森堡恢复 回到台湾之后也开始倡导Second Taipei计划 在台北市地理空间以外 筹接备份、备员还有数据中心 并且为工部门来建立新的样态以及范例 还要来看到是超级cute的马来墨宝宝 台北市地动物园人气非常高的动物明星 11个月大的马来墨魔斗当哥哥了 台北市地动物园呢 洗银千斤 马来墨魔力哦 他在8月10号的晚上10点16分 顺利的生下了一只女宝宝 母女君安 那么这个新生宝宝呢 目前体重是5.7公斤 深複色的身体布满了白色的花斑 还有条纹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颗小西瓜一样 很可爱 会在大约两个月大的时候 慢慢的转变成跟爸妈一样的黑白色 虽然说一开始这个宝宝出生后 一度是没有喝到奶 但是呢 透过原方的努力还有帮助之下 魔力顺利的帮宝宝哺入了 而经过了这几天的观察 目前宝宝已经可以自行站立 而且顺利喝到母奶 让保育员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又到了台北福利社的时间 赶快来看看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吧 首先就是台北市卫生局首创机动接种队 前进社区提供倒宅施打服务 优先提供住宿型照护机构接种服务 台北市政府梅河医院居家医疗团队 以及台北市医师公会的基层诊所 深入到社区 安排医生还有护理师各一名 到长者的家中 到宅后 医生会先问诊评估 护理师再施打疫苗和胃教 接种之后 还要再观察15分钟 每一个按家至少需要40分钟 才可以完成接种程序 因此一组的医护人员 在每一个时段 也就是三个小时当中 只能服务三到五名的长者 也提醒有需要的朋友们 可以多加利用 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车 双北交通局和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等单位 规划了抽奖活动 每周会抽出iPhone12 还有限量精美悠悠卡 包含除值金1000元 或是500元等超值好礼 只要在8月24号到10月18号 注册成为台北通APP会员 24号的凌晨零点开始 就可以在活动网页上进行台北通会员资格确认 以及输入想要参加活动的悠悠卡卡号 当天开始 使用悠悠卡在双北市市区公车 完成上下车刷卡一次 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刷越多 抽奖的机会也就越多 今天暑假来点特别的林业工作体验吧 博底守护神旧旧 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内双西 体验林业实务工作 动动脑解谜挑战关卡任务 北市公务局大地工程处 在8月28号上午的9点钟 到下午的1点30分 在内双西自然中心举办了 适合亲子共游的暑期特别计划 森林同乐会环境教育活动 延续了去年森林博览会的概念 邀请民众在这场丰富多元的博览会中 透过了各界的交流 学习如何照顾森林 最后疫情趋缓 北市交通局从8月13号开始 恢复举行了单车通勤日 请你喝咖啡活动 每周五早上的7点半到早上的9点半 民众们只要携带着环保杯 而且骑乘自行车 经过了指定的10个站点 就可以领取免费的咖啡还有小饼干 另外 阴影夕阳情人节即将要到来 在8月13号上午7点半到8点半 阿米斯也将在捷运东门站活动站点 担任一日站长 为民众们加油打气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资源 要是大家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 都可以到各局处的网站上来做查询 那么这个礼拜的您好台北市 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